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荆轲赐秦王,是战国时期一则悲壮的历史故事 燕国太子丹,为了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步伐 花重金请来知名刺客荆轲 请他去秦国刺杀秦王嬴政 结果,荆轲的刺杀却以失败告终 六国也最终被秦王嬴政所灭 谈起荆轲刺秦失败的原因 有人说,是荆轲剑术不行 有人说,是秦武阳害了荆轲 还有人说,秦始皇命不该绝 荆轲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荆轲在死前,道出了真相 荆轲在劝梵乌七自杀后,得到了觐见秦始皇的筹码 太子丹听说此事后,趴在梵乌七的尸体上痛哭 随后便将梵乌七的首级装在了匣子中 安排荆轲带着上路 为了提高刺杀嬴政的成功率 太子丹还命人从赵国徐夫人那里 买来一把锋利的匕首 并且涂上了剑血封侯的毒药 同时,还为荆轲找了一位助手,13岁便杀人的秦舞阳 当时荆轲叫了一位朋友,共同来做这件大事 但太子丹却等不及 接二连三的催荆轲上路 荆轲大怒,呵斥了太子丹一番 然后气冲冲的上路 这也是荆轲刺秦失败,埋下伏笔 当荆轲带着梵乌七的人头 和燕国都康一带的地图 都康就是古代的地名 是今天河北省卓州市一带 入秦朝觐见时,嬴政果然大喜 亲自接见荆轲 按着自己设定好的剧情 荆轲捧着梵乌七的人头 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按次序进攻 结果到了殿前的台阶下 秦舞阳却腿软了,脸色也变了 秦国大臣对此感到奇怪 荆轲便替秦舞阳打圆场道 北方粗鄙地区的野蛮人 没拜见过天子,所以有些害怕 还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 秦日皇也没计较 命荆轲把秦舞阳带的地图拿上来 荆轲拿着地图送给秦日皇 在地图即将全部打开时 匕首露了出来 荆轲左手抓住秦王衣袖 右手拿起匕首,就向秦日皇赐去 秦日皇也没有想到有人胆敢赐家 所以,瞬间慌了起来 之后,秦日皇挣扎着站了起来 扯断衣袖,摆脱了荆轲 秦日皇本想拔剑抵挡荆轲 但由于配剑太长,一时无法拔出 所以,就握住了剑鞘 荆轲追着秦日皇在朝堂上乱跑 大臣们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候,秦日皇的衣冠下无拘 用手里的药袋,砸笑荆轲 给秦日皇拖延了少许时间 大臣们趁机大喊 大王复剑于备!大王复剑于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臣提醒秦王 你手里拿着剑,拿剑刺他 秦日皇趁机抽出配剑,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 荆轲倒下后,举起匕首投击秦王 但没有击中,击中了柱子 秦日皇又连砍了荆轲八剑 荆轲靠着柱子,笑骂 是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结职 必得约气以报太子也 意思是,事情之所以没有成功 是想活生生地劫持你 一定要得到约气来回报燕太子啊 可见,荆轲赐秦王失败的根本原因 便在于他想生秦秦日皇 而并非简单地要杀死秦日皇 如果只是要杀掉秦日皇,估计荆轲在图穷必见的那一刻 便已经得手了 没有必要再陪着秦日皇在朝堂乱窜 而荆轲之所以选择更高难度的生秦 完全是因为太子丹的瞎指挥 太子丹一方面想杀掉秦日皇 一方面又想劫持秦日皇 换取土地 正是因为他的不确定性 导致荆轲在执行任务时模棱两可 不知是否该对秦日皇下死守 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任务失败 当然,除了这方面的原因外 荆轲朋友没能陪他一起入朝 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是杨唐柱 关注我 七七都精彩 如您喜欢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